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会影响到后续赛程 因为影片后续也不会对这部分多加说明 所以拉到开头讲 如果想聊关于金州武术对这些话题也欢迎留言讨论 但我就不多做回复 毕竟这些话题就跟台湾政治一样 谁都改变不了谁的想法 但是如果想看本场赛事攻防细节的朋友 还是欢迎继续看下去啦 其实胡仁的半场进攻并不是强调快速转移球的体系 对着本季容易过度协防导致防守大乱的勇士来说 算是一大利多 更谎论胡仁本集是全联盟三分球出手数最低的球队 而胡仁的进攻善于用档态错位 地位进攻转换推进等方式 来强化他们拥有 James Davis D'Lo跟Riffs的进攻优势 虽然从第一节前半段发现 胡仁只要有机会就会强攻 Curry 包括开局第一波进攻 James和Riffs打配合点名 Curry 但不得不说 Curry本场防守一反本机的常态 不只快速绕掩护 没有让James错位到 同时也没有给Riffs有出手机会 只可惜在连续三波配合之后 还是被Riffs投进高难度的Pull Up三分球 紧接着下一波同样想点名 Curry 但 Curry再次展现了优异的防守躲掉 James最终只能下球突破挑战Wiggins 并受到Green协防后转移到对角 而此时前几场多次被点名防守的挟持了Kuminka 却以相当漂亮的站位快速closeout到巴春蕾面前 成功干扰他的出手 10分15秒 胡仁打了一波WageRaw Kuminka反应快速换防阻止了Riffs的出手 但是也给了James错位Curry的机会 只可惜James并未选择打点Curry 而是让David's第一位单打Green而失败 8分15秒 巴春一过半场的无人边挡拆打点到Curry 勇士因而启动协防机制 不得不说 面对胡仁不算快的转移球的三封线 确实cover住这波的协防 只可惜还是败在James守不住的翻身跳投中距离 8分整 胡仁再次由Curry防守的Riffs发动挡拆 Curry因为不想被错位留在Riffs身上 Green因而快速复位并拦截到传球 成功让Kuminka跑出反击攻匡 再向外传给空挡的Wiggins投进3分球 简单来说 勇士首结前半段的半场防守 几乎没有让胡仁得逞 换来的是不少非错位的正常多位攻防 只不过胡仁还是靠着强大的单点得分能力 维持住输出 而勇士这边则展现梦寐以求的画面 由双车翼包办全队的前17分 除了少部分半场防守成功的转换进攻得分 大部分都是由胡仁面对Kuminka 采取成退放投的策略师分 Kuminka就这样在6分钟内得到了10分 40出手全都是3分球和中距离 而且能从这40出手发现 胡仁面对他就是只要你不来禁区 外线随便你投的意思根本没有在手 即使GP2一上场能靠着Davis的放投而投进3分球 但随后却迎来James的外线连标 加上佩藤连续两波的防守瑕疵 包括这波没有B2起跳干扰传球 还有没有B2的协防犯规 都让胡仁得到分数 比数也因而被胡仁反超并领先5分 幸好勇士开始透过胡仁让常人沉腿的防线 给予汤姆森出手大量外线的机会 让勇士在首节目能稍微咬住比分 根据官网数据本季胡仁对手3分球出手数和命中数 都是全联盟第3多的 对手命中率也是第6名的37.9% 相比去年退步许多 其实让常人沉腿本身没有问题 有些球队也是这样防守的 但是当少人能在外线绕掩户咬住对手的大锁时 常人沉腿的缺点就会被放大 在这边我还是要尊重David's的拼战精神 即使只能睁开一只眼睛还是留在场上拼了3分钟 甚至还能抢篮板得分跟盖火锅相当惊人 叠结战场很快转移到James跟Thompson的标分上 James不断利用错位打点菜鸟TJD 不论是面框突破还是外线后撤的4分打 TJD都被教训了体无完肤 与此同时Thompson手感也已经上火 多次面对面的出手和横向飘移都成功命中 与此同时也不断利用Hass的成退去得分 有人看到这可能会疑惑 为什么胡人不改变策略 让常人换防或者是Hass 毕竟无论是David's还是Hass 都算是能对位到外线的常人 这个问题我觉得跟勇士 即使外线被投报还是会继续内缩协防一样 毕竟胡人只要常人被拉出去 进去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阻止Roman 所以干脆让对位者尽可能绕掩护干扰 而常人就是蹲坑降低对手的进去得分 就拿这一波来说 如果Hass此时Hass Thompson就能传给TJD得分 换句话说就是一种取舍 同时这也是为什么Vanderbilt Reddish受伤 胡人防线堪忧的原因 勇士在第二节后半段 大量为Curry射击战术 包括一波从墙边绕到 弱边的八字型跑法 让Curry投进三分球 还有六分多钟的边线Flip战术 所谓的Flip就是快速回传 可以看到Curry一接到球马上就回给Paul 随即再透过Kominga的掩护 试图Catch & Shoot 虽然最后被丁尾底犯规破坏掉 但也因而进入了加法阶段 第二节五分多钟 James错位Curry启动Paul的斜方包夹 勇士轮转很快对位 但是在TJD这一点 却因为错误的站位 被巴春迅速突破爆扣 在David's上退后 胡人改打矮阵容还算有进攻效果 但是进去防线大开得更加严重 于是后半由巴春或James 当作小球五号的时段 勇士不停透过Gotha Screen 来为Curry创造上篮机会 于是同时 Thompson在一分多钟的 Springation三分球 还有Green的快攻长船LU 以及招牌的绿咖喱 再次跑给Kuminga的灌篮 勇士就这样轰炸篮筐 在第二节后段大量取分 并在中场结束前逆转胡人 下半场一篮后 双方命中率都有所下降 尤其是胡人少了三半场 想要针对Curry的企图心 有些出手都过于勉强 也不是在错位的情况下出手 加上没有David's在低位牵制防线 使得胡人命中率全面下降 勇士这边也同样设定 大量机会给Curry出手 但这位老兄却无法延续第二节的手感 第三节的前四次出手全数若空 幸亏勇士还是靠着Wikings的快攻 和控党三分球领先的胡人一些分数 6分50秒 Curry的双挡差 加上换手运球突破 Hex却没有向前扑防 还有4分50秒 Hex的篮板卡威仪式和护框都失败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 有没有David's的差距 但是让勇士稳住分叉的 是第三节4分半 Payton的精彩防守 先是内缩鞋防被Troy的Curry 再迅速crossout盖到Riffs的三分球 随后的防守反击时的胡人回防乱掉 经过几波的倒船 球转移到空挡的Payton手上后 迅速跟Curry搭配一波Handoff 打进了10分打 此时分叉就来到了10分 但是每当以为勇士能稳住领先时 那一位40岁老人都能跳出来追分 明明是小前锋出身 却能面对中锋TJD使出坦克切入打进2加1 简直不可思议 所有胡人也利用Hass的爆发力 也打出了一波Guts Chicago 不同于一般的Chicago action 射所位是从中间绕出来的 导致勇士的Paul跟Wiggins防守沟通失误 没有对位到空切的Hass 第三节后半段几乎是护轰环节 胡人Hass先是硬吃TJD一波 其他人的攻击也多次站上罚球线 而勇士这边则继续靠着Thompson跟Paul 利用Hass蹲坑到底的特性取分 最后40秒勇士断出Thompson专舞Oklahoma战术 让Hass不得不驱钱干扰 但这就像我说的 当胡人常人驱钱时 后方进去了补鞋房 就很难守住空切的TJD了 第四节前半段几乎跟第三节后段差不多 双方二阵持续互炸篮筐 老鬼跟小鬼连续三颗打挡拆后的中锯得手 表面上是在针对胡人的成队 但即使Paul的跳投都很巧妙地自行创造团的空间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比较亏的是勇士放掉两颗外线 都是有防守瑕疵的 包括篮板失守后 Polczynski罕见不积极的发带现场 还有这波Green Run放头的补防都被惩罚到 虽然勇士在7分半 靠着Thompson的底脚三分球 拉开分叉到12分 但是每当出现双位数的分叉 总会触发到全力战的召唤咒语 连续两波顶开Kominga的突破2加1 硬是把分叉拉进到6分 一分钟后Riffs的2加1 更是把分叉最大只剩4分 不过勇士在胡人拿出5小 且采取换防不成退后 Kominga跟Kerry的空切就更加轻松了 还有这波Wikings终于顶住 James的篮下的终结 加上Kerry一波的换手运球 过掉了D-Low 再传给无人补防的Green 终于把分叉拉开到了安全的8分 过去几场勇士被大逆转的比赛 我认为不少场是都跟进攻端的当机有关 所以照理说只要勇士能稳定输出 在接下来的4分半应该就不会被逆转 所以当Wikings空挡不进 Kerry上篮失败 James又不断开启权力战模式的时候 确实让人心灰一人 但幸好在最后2分半 Kerry这波聪明的被挡空切甩掉Riffs后 勇士领先到7分才相对比较稳一点 但是在权力战面前 谁都不能说稳这个字 这颗后侧加漂泳的高难度3分球 又让战局更加朴硕迷离 只是没有想到 裁判重新看重播后 却发现James的脚后跟已经彩线 最终没收了这颗3分球 紧接的就是挑战Green的彩线 以及著名的胡人主场小表罢工事件 前前后后搞了大概15分钟 比赛才改由人工计时的方式继续 但是本该精彩的最后收官时刻 就在两边全身体冷却后 由James撮位单打Kerry失败后 暗淡结束 虽然说勇士在最后1分40秒的时候 还领先了7分 胡人要打进3个回合 并且守住勇士3个回合才能追平或逆转 难度相当高 但是以这种方式结束还是有点可惜啦 幸亏两队后续还会在4月中交手最后一次 届时很有可能就是排名决定战了 球团三场后勇士终于迎来Kerry的回归 能从本场看出Kerry对勇士体系有多么重要 即便是上赛季有扑我能取代 但这两人之间的稳定性跟载质力还是有所弱差 更何况毫无替代人选的本球季了 本场Kerry算是充分展现出 为什么勇士需要一名以上 能持球和无球切换的双能位 本场Kerry不是持球进攻 就是在无球跑动拉扯防线的路上 让没有Davis的胡人防线进退两难 而除了Kerry的回归 本场勇士能顶住40分权力战的胡人 除了Davis伤退这项因素 得到23分的Kominga 和26分的Thompson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其实不管Davis有没有在场上 都需要除了Kerry以外的球员 跳出来惩罚胡人中锋们的成退 第一节前半段是Kominga 后续则由Thompson接力 两人光是上半场就得到了39分 这也让我联想到去年勇士第二轮季后赛 输给胡人的原因 就是没有第二个人能在外线惩罚胡人 所以看见本场勇士能有三人同时得分超过20分 还是相当欣慰的 本场勇士的十人轮替也间接宣告 勇士即将展开球机模的冲刺期 第十人Payton甚至只打先阶段的6分钟 六大轮替也都上场将近30分钟 其中Kerry跟Green更是直逼35分钟 关于Pozencki上场这么久 有没有必要性我觉得还可以再观察 即使攻防依旧有瑕疵 但不能否认的是 他对于勇士攻防体系真的很熟悉 不管是跑位掩护传球都能搭配到 就像是个后卫版本的Guru Guy 这也是为什么Kirk这么爱用他的原因 我认为未来可能会依照对手阵容去调整 如果对手是类似胡人这种 不太需要后卫型POA的球队 就可以多上Pozencki 但如果是国王那一队双枪 或许就会比较需要Payton了 好啦本场勇士战报要说到这边呢 如果你喜欢本支影片 欢迎点击喜欢和订阅频道 好啦我是酷奇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